好,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OK,嗨 然后我们今天呢 要进入的是 Form 2的第11课 Isometric Transformation 然后同时 还有Form 5 Chapter 5的Enlargement 除了Enlargement 还有它的那个Combined Transformation So在这一边呢 我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面 我就会从零到一百 这样讲完给你们听 就是说 你们这一边里面呢 有一些人是完全没有学过 Isometric Transformation 就是Form 2的11 他完全没有学过的 有一些他已经是 Combined的了 他的那个Combined Transformation 他也学过了 可是我今天是以 从零开始来学 所以我等下这一边教的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那一个 就是那些Form 1的学生 从零开始学都能够明白 好 在我们Form 2第11课里面呢 我们学三样东西 那三样东西是什么呢 平移 Transformatio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呢 它这个Translation的这个字呢 跟我们的翻译 Translation是一样的写法的 OK 所以你看我在那个什么 Google Translate那边呢 我写Translation的时候呢 那个翻译 OK 翻译 然后 它 那个数学那边 它有Process of moving someth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就是说它是平移 平移是怎样的东西呢 平移很简单的 你假设我在这边原本有这个东西 我向前走 向下走 这样 这个就是平移啦 所以平移 可以是向前向后 向上向下 这个就是平移 好 这个是 第一样东西 Translation 平移 来 什么 红钱能够明白吗 什么东西是平移 可以吗 明白一点 明白一点啦 OK好 来 在我们的这一个平移里面呢 我们可以就是说 什么 来我看一下 这一点 这一个 OK 我的平移里面呢 我们 就可以来看一下 一些SPM的 Pasture的 那个题目 OK 好 我们可以看这一题 他说 在这个Divamp 11里面 N是它的Image M of M under Translation So在这一边 我的N是Image Image呢 是它的 镜像 OK Image呢 我们在Google Translate 这边 我们找一下 Image 影子 我每次讲它是影子啦 然后可是呢 它可以是 它的那个图像 然后它的影像 然后它的像 OK 我也不懂 它的那个中文 真正的番提是什么 就是它变出来的 然后这个Object 这个M就是它的Object OK 你们要懂 这一课里面呢 它有两样东西 OK 就是说它原本的 叫做 那个原本的 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原本的是Object 然后经过 Transformation 后 变出来的 变出来的 OK 是 那个Image 然后Object 如果我给它是A的话呢 我的Image呢 就会是A 上面点一点 这个就是Image 所以在刚刚的 这一个东西里面呢 我的这一题里面呢 它的这一个 是我的Object 这个是Image 所以我的这个M呢 其实我也可以写是M点一点 OK 然后它说 它的Distance of MM 是5Unit 这一个东西 就有牵涉到 那个Pylogress 然后是你们 不懂的 然后3 然后这边是3 这边是4 然后这边是5 然后你不要管它 你重点就是说 你要知道就是说 它在这一边 向上走4格 然后它向前走3格 向上走4格 这样 向前走3格 然后再向上走4格 它在从M去M这一边的时候 它就向前走3格 向上走4格 再向前走3 向上走4 我就叫它3 4 OK 它就是Translation 3 4 这个Translation 3 OK 所以这一题其实有点不适合 因为它结合了 那一个东西 好 来 这一个对 Yanhan你懂 Pylogress Deorem OK 可是有一些同学 他们是不懂 那个Pylogress Deorem的 所以我们就 OK 通常SBM Pylogress Deorem 的时候 它很少出Translation的题目 OK 因为Translation的题目是 它在Pylogress Deorem 我发现Pylogress Deorem 它会出的比较多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Translation 它 这一边 这一个是 我找不到适合的 那个 例子 来跟大家讲 然后这个是直接应用题的 OK 好 来 我就用那个 Paper 2的 我之前发给你们的 这一个 给你们看 OK 好 在这一边呢 它告诉我 Transformation T 是5.2 就是说 它是向前走5 向下走2 我的Translation 这个东西呢 平移呢 它这一边呢 我会跟你们讲 一句口诀 那一句口诀 是什么东西呢 那一句口诀叫做 先前后再上下 就是说 它是先前后再上下 OK 这个口诀呢 我用在很多地方 我在坐标上面 我也是用这个口诀 在Transformation那边 我也用这个口诀 我的坐标呢 像刚刚的这一个 这一个坐标里面 OK 我的这一个坐标里面 刚刚的这一个的 那个坐标里面 减3 6呢 就是说 它向后走6 向后走3 向上走6 减3 6 OK 然后 在这一边的情况 OK 我的Codinate呢 就是我的Codinate 它是x都号1 x都号1 就是说它向前走多少 向后走多少 然后向上走多少 向下走多少 先前后再上下 然后我的这个Translation 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Factor来的 Ton5 Ton4 有学了MX的学生 他就懂我是Factor 你不懂的话 你不用紧 你就当它是一个挂弧 XY类是坐标的 坐标中间放一个多号 它是中间没有东西 上下 然后x呢 就是向前或向后 Positive向前 negative向后 然后Y呢 Positive向上 negative向下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题 它的Translation是5.2 然后在这个5-2这一边的时候呢 SPM的Paper 2的题目 它要的是RT RT是先做Translation 再做Location 所以它Translation的时候呢 它这一个 它的A点 它现在要的是它的 你看到A的点 5-2 5-2就是向前走5 向上走2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 向前走5 向上走5-2 向前走5 向下走2 1 2 3 4 5 1 2 所以这一个会变成我的A' 我的A'呢 它的coordinate呢 就会变成多少 它刚刚这一个 它来到这一边 它这一个就会变成4 4 这样 OK 好 来 那个红签能够明白吗 5-2这样 还能够啦 还能够哦 来 有任何人 有任何的问题吗 阿会能够明白吗 阿会 能够 能够哦 信康明白啊 信康 大概会吧 大概会啦 就5-2 就向前走5 向下走2 然后我们这一边 我们再看多一点 OK 它的这一个是这样的 它现在呢 它这一个是2-3 T是2-3 所以RT的时候 我先走T 2-3 向前走2 向上走3 2-3是向前走2 向上走3 我从Q那边出发 OK 它现在要从Q那边出发 然后向前走2 向上走3 1 2 OK 在这一边 它1 2 1 2 3 它来到这一边 OK 所以它这一边向前走2 向上走3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Q' Q'然后我的Q' 然后我的Q'呢 就是2 都号6 OK 2都号6 OK 好 可以吗 红前这边都没有问题啊 我希望这个很简单的东西 大家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事实上呢 然后事实上呢 在这一边呢 我的Translation呢 其实它有一个Formula的 然后Translation的Formula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的那个Image 会是等于Object加Translation Image等于Object加Translation 所以像我刚刚的这一题的时候 我刚刚的这一题 我的这个Translation是什么 我的Translation是23 所以我的这一个Image 我的Object是什么 我的Object是0 3 我的Translation是2 3 我的Image等于Object加Translation的时候 它就有0 都号3 加2 加3 所以它变成2 6 跟这个2 6是一样的 OK 好 然后接着我还要再找多一题 类似这样的一种题目的话呢 我拿这一个2016的吗 2016的这一个 好 在这一边它要的是 TTTT TT是T了再T 这个呢 其实是属于Form5的东西了 Form5我们有一样东西 叫做Combined Transformation 我有AB就先做B再做A BA先做A再做B 然后TT就是T了再来T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T是24 所以它要TT的话呢 就是24两次 所以我叫的是那个A点 它叫的是A点 24的再24 所以我的A点在这一边 然后它1 2 1 2 3 4 这个是我的A点一点 1 2 1 2 然后这一边就1 2 1 2 3 4 这个是我A double prime 然后我的A double prime这一边呢 它是减1都号11 你看我原本的这个A呢 是属于这一边是减5 3的 所以我的A是那个减5 3 然后我的Translation是24 向前走2 向前走2 向上走4 这一边1 2 1 2 3 4 然后我的Translation是24 所以我的A' A after T的情况之下呢 它会是减5 3加2加4 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减3 7 这一边它的确是减3 7 然后我的这一个A' A double prime呢 OK 就是我这个会变成A' 我写错了 这个是A' 然后我的A'呢 一次的那个Translation 变成A double prime的时候 我的减3 7 加2 加4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减1 11 跟我刚刚找出来的减1 11是一样 OK 好 来 什么 Justin到这边为止 都能够明白吗 Justin 可以 可以啊 好 所以在这边 第一个 那个Translation 我就过了 接着我们要讲的是 Reflection Reflection呢 是什么 Reflection是反射 反射呢 我都会跟我的学生说 我把它当成是照镜子 我原本的东西是这一个 然后我就可以反射 照镜子 来到这一边 然后我的这个照镜子 这一边呢 它的镜子在他们 之间的中间 这个是我的中间 然后我也可以 照镜子 在这一边 也可以照镜子 在这一边 我原本的东西 在这一边 然后 我也可以让它照镜子 反射 去到它下面 这一边 来到它下面 这一边 然后它这一边呢 它的中间 是在这一边 这样 这个是它的镜子 在这一边 所以这个是reflection OK 这个是反射 reflection 它镜子就在这一边 这样 好 来我们 这一个东西呢 是反射 来我们看一下反射 我们拿 这一个例子 来在这一边 它说 Q是P的影子 它说Q是P的影子 Q是P的影子 这个是Q 这个是P 这个是P plan 然后它问 哪里一条 是它的那个 assist of reflection 它的assist of reflection呢 其实是它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它的垂直 平分的那一条 然后要怎样找 垂直平分的那一条呢 你需要的事情 是你拿原规 插在P 然后这边点一点 下面点一点 然后这边 插在P plan 这边点一点 这边就点一点 然后连接起来 这个就是垂直平分 所以这个是HL OK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B OK 你的这一个东西呢 其实我在这一边 我画不到 OK 我可以 让你们看到 另外一个比较 特别的一种画法 就是说 我现在用 那个Paramac 在这一边 我的原规 我插在P 正常我应该是 左边一点 右边一点的 但是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随便 我就直接 直接在这一边 我画一个圆圈 然后我在我的P'这一边 我也画一个圆圈 然后你看它交界的这两个点 这个点跟这个点 交界起来的 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 Portenticular Bicycle OK 这一个就是它的 Portenticular Bicycle 所以我的HL 是它的 Portenticular Bicycle 也是找出它的 那个 什么 最称的 那个地方 OK 或者是 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一个 它在这一边的话呢 它就问 它是 Under Reflection Y等于-X Y等于-X呢 那一条线 其实是这一条线 我在这一边 Y等于-X的时候 我-2 -4 4 然后或者是 -8 8 然后来到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是 这个是6 -6 这样 这个是我的Y等于-X Y等于-X 这一条线呢 其实是我的 那个Y等于-X 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是 Y等于-X Y等于-X Y等于-X呢 你不懂 Y等于-X 是什么东西的话呢 你其实是 可以去Desmove 这一边 你直接写 Y等于-X 你可以看到 它的Graph是这样 然后Y等于-X呢 它有经过 哪里一些点 它有经过的点 是00 然后过后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它有去到 那个2-2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22 2-2 就是说 它的那个 X跟Y的Value 是不一样 所以这一条线是Y等于-X 你不懂Y等于-X的话呢 我就把它简化 就是说 它以这一条线为镜子 做出反射 然后它问ABCD哪里是F的影子 照镜子 照到这一边 你看 这个 这一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来到这一边 它这一个是 它们的中间 这一边 所以它是中间 OK 它是在这一边 它是中间 这样 然后它就是 垂直平分 这个是我的Object 这个是我的Image 这样 好 来 等一下 洪谦能够明白 这一个 怎样反射过来的吗 洪谦 明白 明白哦 没有问题哦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我们 再找多一个 类似的 这个 东西 它说 在这一边 Q跟P 是 Under Transformation 就是说 它这个其实是反射 以Y等于X 这一条线为反射轴 你看 它在这一边 来这一边的时候 它这一个是 斜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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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两 斜一格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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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一格两格半 半格 一格两格 所以我这边 斜一格 斜一格 这一个就是我的R time OK 所以我的答案 就是在这一边 它的这一个就是 武器 所以这个是武器 就是它的答案 武器 D OK 对了 好 这一个就是 反射 简单的来讲 反射 所以 来信康到这边为止 都没有问题 能够明白 大概是没有问题 大概是没有问题 大概哪里有问题 不知道 就是那种 什么Y等于XY等于X那种 你们还没有学到 那种其实要等到Fontree 所以才有学到 OK 但是如果我直接像这一题 我给你 这一个是我的反射轴 然后我的这一个R反射出来 变成这个R time 这样 可以吗 明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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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 我们接着呢 就来到这一个的第三样东西 第三个东西呢 它叫做 那个 什么 location 旋转 旋转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这个东西原本是在这一边 然后我可以就是 90度 瞬时 转一下 它会变成这一个 这一个是属于90度 瞬时 然后我也可以是在这一边 然后 90度 转 逆时 它来到这一边 然后 我也可以 就是说 我在这一边 然后 我的 这一个 90度 直接转180度 直接转180度 它就变成这一个 它也可以说 我是转 90度 瞬时 再90度 顺时多一次的时候 我90度 顺时两次 就等于我的百八度 同样的 同样的 我在这一边 我的90度 逆时 两次 OK 我的90度 逆时 两次 90度 逆时 一次 然后它变成 这一个 我在90度 逆时 多一次 它就变回 这一个 所以我 所以我 顺时90度 两次 就变成百八度 逆时 90度 两次 我也会变成百八度 然后 我有时会跟我学生讲 那个旋转 你不会的话呢 你怎样做啊 你就 拿那个 纸 转 转 这样 OK 可以吗 来 信康 大概可以吗 转 对了 谢谢 信康的表演 啊 不要熬到什么 你 这样转到最后 在那边 转转转 你很激 你的手可以转到百八度 这样 哈哈哈哈 哎呀 好 所以就像信康的当 这样 拿着那个答案 拿着那个词 然后你转 90度 转 90度 OK 然后我们就有 这个clockwise 跟 anticlockwise clockwise呢 就是 那个 什么 clockwise呢 就是顺时 anticlockwise 就是 nease OK 在 Direct Message那边呢 就有一位同学 他问了我 老师 270度 怎么办 270度呢 很好玩的 你看啊 如果我这个东西 我转 90度 顺时 变成这个 我再转 90度 顺时 才变成 这一个 我再转 多一次 90度 顺时的时候 哎呀 这样不是变成 270度 顺时 这样就是 90度 逆时 对吗 OK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在这一边 假设我有另外一个 是在这一边 我逆时90度 转 OK 我这一边 我要逆时90度 转 我逆时90度 转一次 变成这一个 哎哟 哎哟我的妈呀 OK 逆时90度 转一次 逆时90度 转一次 它变成这一个 我在逆时90度 再转多一次 它变成这一个 我在逆时90度 转一次 哎 这样它就不变成 顺时90度了 可以吗 所以我270度 顺时 其实是90度 逆时 我270度 逆时 就是90度 顺时 OK 好 接音明白 接音 可以 OK 很好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我的 这个 找它的那个 image的时候呢 我看一下 在这一边 它的这一个 它说 在这一边 它说 哪里一个 ABCD 哪里一个是 H 180度 H 的180度 其实如果我直接 这样来看的时候 是不是 这一个原本的H 是这样的 OK 我原本的H 是这样的 然后其实我根本都不需要去找出来的 我在心里想180度的话呢 它的形状一定是C这样的形状 然后你看我在这边我就转 转180度 然后它就变成这一个了 然后就变成C哦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我们要确定的时候呢 其实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了 我在这一边我给它名字 这一个我给它是ABC 然后ABC 这一个是我的A'B'C' 我的A跟A'连接起来 180度 B跟B'连接起来 经过圆形 180度 C跟C'连接起来 经过圆形 180度 所以它的这个答案是C 好 然后再来 这个Lotation呢 我可以跟你们讲 Lotation是属于 整个 那个 什么 Transformation里面 去多学生 面对问题的部分 就是Lotation OK 好 在这一边呢 它说ABCD 拿你一个是K 的那个 Image Under Top Wide Location 然后三减地 三减地是在哪里呢 然后我们看三减地啊 三减地是向前走三 向下走一 Yenhan你不要画我的图 我没有叫你画你不要画 OK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是 这一个呢 我们有一招 它的招数很好玩 它的招数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 拿圆归 插在你的Center of Location 然后你开到 它的那个 哎哟 你开到它的 这一个 它要的这一个点 这一边 K这边 接着你需要做的事情是 你画一个圆圈 你画一个圆圈 你画了这个圆圈之后呢 你就直接在这边 K跟圆形连接起来 然后你跟K跟圆形连接起来之后呢 你下一个动作就是说 你拿一个 那个图 你拿一把尺 然后你的这一把尺呢 然后你的这一把尺呢 你就让它跟 这一个平行 跟这一个平行 OK 就是垂直 你跟它垂直 你这样跟它垂直呢 就是说你在这一边 你看你的那个 你的这个尺这一边 尺这一边 你的这一个 这一个线 跟下面的那个 一样 重叠 这样它就是属于垂直 所以你这一边这样的时候呢 你画了这一个东西之后 我的K 这一边 这一个是属于它90度 顺时 来到这一边 所以我的答案是C 如果我要的是90度 逆时的话 我拿到B 百八度的话 我拿到这一边 所以这一招呢 是拿来找它的 location的一种 很简单的方法 OK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可能有一些学生 看了这个东西 他还是不大清楚 所以我刚刚那一句是C 所以我的这个答案是C 对 答案是C 可能有一些学生 他不明白 然后 我要教这个东西呢 我需要用 那个 原规 真正 OK 所以你看 在这边 它的location90度 about 减六减二 减六减二是它的原型 减六减二是它的原型 来 那个 信康听得到声音吗 听得到直接点头 YouTube的声音也听得到哦 可以啊 哈哈哈哈 请这一边 然后这一种啊 很很简单的 你只要插在圆形 减六减二 开到你要的那个点 OK 然后你画一个圆圈就可以了 那你画一个圆圈 画一个圆圈 OK 然后你就先画一个圆圈 然后你再把这个连接起来 这样 OK 这个是它的摆霸了 然后你再垂直 OK 你讲垂直呢 就是你的这一边跟这个重叠 就是垂直 然后你这样放上去 嗯 这个就是我的P' OK 所以旁边的这个也是这样 我的是 二减一 二减一是它的原型 向前走二 向下走一 二减一 在这一边 OK 然后你就插在你的那个圆形 然后开到你的那个object OK 开到你的object 然后转一圈 转一圈 OK 然后转一圈之后呢 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的object跟那个圆形连接起来 object跟圆形连接起来 来这一边连接起来 然后过后呢 你再垂直 这一边这样垂直上去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 呃 什么 呃 Q' 然后我们要检查答案的时候怎样呢 你看啊 我这一边来圆形的时候是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横三直六 我就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 所以是横六直三 它横变直 横变直 所以这一边呢 我这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 一 一 一二三四五六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个呢 它是三零三零是这一边 是它的圆形 所以我就插在圆形 开到我的要的这一个点 然后我转一个圆圈 OK 转一个圆圈 这一个 然后直接连接起来 这样 这个跟这个连接起来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R' 记得在这一边 它总共有90 90 所以在这一边呢 90 90 你 对后面呢 这个是百八度 OK 百八度顺时 百八度逆时 都是在后面这一边 然后这一边呢 是属于逆时 anti-clockwise 90度 anti-clockwise 然后这一边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一边是90度 90度 这个是clockwise 是顺时 所以90度 顺时 OK 好 剩下的我就不讲了 嗯 好 来 讲 红钱能够明白吗 刚刚这一种 能够 能够哦 静康有问题吗 静康 没有问题 大概没有问题 大概没有问题 Jasleen可以明白吗 Jasleen 可以 好 知道吗 等下哦 你就去找你姐姐 看她的那个 第十一刻 有还没有做完的那一种 就拿她的作业来做 哦 OK 哎呀 吓死我了 好 来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 要找她的 Center of Location 我这一个 我要找她 Center of Location 我要找她 Center of Location 的时候呢 我需要做的东西 是要画两派的 Penticular Bicector OK 所谓的两派的 Penticular Bicector 是怎样的东西呢 就是说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OK 我的这个 它原本是 PQR PQR ABC ABC EFG EFG 所以我这边 所以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两派的Penticular Bicector 两派的Penticular Bicector呢 就是说90度的我要找两派的Penticular Bicector的时候 而插在E 然后随便开一个大小 然后再插去E' 然后随便的大小 同样的大小 这样啊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 它的那个Penticular Bicector 垂直平分线 是这一个 你看它经过D哦 然后接着呢 我刚刚这个是E跟E' 其实我应该是插在E上面点一点 下面点一点 可是在这一边容易画的话 我直接画两个大圆圈 OK 然后它交界了这两个点连接起来 OK 如果你要比较美的话 你应该是选 那一个 呃 那个上面一撇下面一撇 可是上面一撇下面一撇 它比较难画 然后接着我拿F 拿G也可以 你看我画 然后我在这边 我的F'这边 我也这样画 然后它们两个交界的地方 在这一边 这一个交界的地方 哎呦 这一个 这两个交界的地方 在这一边 所以你看到重叠的地方是哪里 D 所以它D是它的那个Center of 哪一个 那个Location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D OK D 我这一个是要找它Center of Location Center of Location呢 你也可以是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边你来看这一个 这一个 OK 我们要看这一个 这一边如果我有Object跟Image 我要找它的那个 什么Center of Location的话呢 我就首先要决定它是90度还是百八度 然后90度的话呢 我们是两Pay的Perpendicular Bicector 然后百八度的话呢 我们就接两Pay上来就可以了 OK 好 首先你看这个是90度 你怎样知道它是90度呢 你看R 你就转一次 就会变成R' 这个就是90度 R转一次 所以它就是这样的 就变成R' 然后这个R 转一次变成R' OK 转一次变成R' 然后这个呢 它要转两次 转两次 这个就是百八度 所以这个是百八度 剩下的都是90度 百八度你直接拿两Pay对应了 你想象这个是A 然后这边是B 这边是C 这个是A'B'C' 然后这一边呢 这个是我的A 然后这个是我的B 这个是C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一边 它这个是24 HP是24 24这样 所以你只需要在这边 B跟B接上来 C跟C接上来 这个就是它的Center of Rotation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百八度 然后你讲百八度的话 你就随便放Clockwise 或者是Clockwise都可以 然后你记得 你一定要放Lotation 这个字眼 然后它的Center 这个是-6 OK -96 OK -9 多号6 OK 好 这样 然后在这边的这一个呢 这个是90度 这个是90度 你看这个转一次 就变成这个 你转一次 你看到它的形状 这个呢 它是转两次 OK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拿随便两Pay 百八度的最简单 直接随便拿两Pay 就对应了点 这个跟这个对应 然后这个跟这个对应 然后我们连接起来 这个就是它的Center of Rotation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是Lotation 然后180度 然后Clockwise 你一定要写四个东西的 就是Lotation这个字眼 多少度 顺时逆时 Center在哪里 它Center是25 Center at 25 好 90度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边 你看啊 它这个是A 刚刚有人私信我 这样加快了 有点好笑 然后我不是放两倍 因为我觉得 百八度的很容易 所以我觉得 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这样 好 洪先生刚刚 这个百八度的 跟得上 可以哦 嗯 跟得上 比较难的是 90度的这一个 来我们看90度的 A B C的话 它对应的是 A' B' C' 然后你需要做的是 你拿B跟B' 你画一排 perpendicular bisector 你的B跟B' 你画一条 perpendicular bisector B跟B' OK 你插在B 然后撇一撇 撇一撇 插在B' 撇一撇 撇一撇 这一个就是B跟B' 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这个是B和B' 然后过后呢 你再来拿 随便C跟C' B' 或者是A跟A' 好 我拿A跟A' A跟A' 会比较明显 所以A跟A' 的话上面一撇 下面一撇 然后A' 这边我也是 上面一撇 哎呦 下面一撇 他的这一个好像 这边是 我接错地方了 我刚刚应该就在这边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我就拿这个 跟这个 连接起来 OK 所以他center是在这边 我们要知道对不对的时候呢 我就算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 OK 来到B 然后我这边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 对了 OK 好 甚至是你可以拿你的扯 在这边 B跟B之间这样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这样 他的这一个 这一个跟这一个 是一样的 90度 这样 看到吗 好 来 重点呢 它是要两拍的垂直平分线 交界的地方 就是它的原型 两拍的垂直平分线 交界的地方 这一个B跟B'这一边 它斜 直下来 然后A跟A'接 斜垂直下来 然后它两拍接到的地方 就是它的原型 OK 好 来 我们再看多一个例子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这一个呢 我就 给它名字 这个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C 这个是D 然后我这样掉下来的时候呢 这一个会变成我的A' OK A变 这个 这样转过来 还是这样转过来 刚刚这个我还没有讲完 这个是Object 这个是Image 所以它是逆时 所以它这个是Lotation 然后 90度 然后它这一边是 瞬时 Clockwise 然后 它的Central 这个是E E E OK Central at E 对吗 OK 对 好 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A' 这个是B' 这个C' 这个D' D' 所以我D跟D' 这个很简单 你看这一边 123456 然后123 这个正宗 这样 就是D跟D' 来Clover Clover你看D跟D' 它们横的六格 就在它正宗这边垂直下来 这个就是它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垂直平衡线 然后Clover能够明白吗 Clover 开麦直接回答我 C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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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Clover找好远 啊 算了 来 我们继续 C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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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我开大一点 C跟C'的 然后这一边 这个C跟C'的在这一边 哦 刚才我这边没有画到 C跟C'的 所以我这一边这样跟他连接起来这两个连接起来 好 所以是在这一边 你看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随便拿B B 你看一点两点三点四点 一 二 三 四 对 OK 所以这个是我的Center 所以他这个是 Lotation 你一定要写Lotation这个字眼 然后90度 然后他是逆时 所以他是Anti Clockwise 然后他的Central在哪里 Central在 这一个 这个是 减七六 减七六 OK 好 来 接着我们 我们再来 好 两派的Central by Sector OK Yenhan OK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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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yn 可以明白 可以 可以啊 好 来 呃 再看多一个 呃 再看多一个 呃 这一个是-96 对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 这一个呢他是90度 OK 这个啊 这个是R' 所以他是 转这个方向 OK so 我给他这个是A 然后 B C D 所以这个肩上来是A 然后靠近的是B 然后 C D 所以A跟A'很简单吗 横的吗 1234 1234 所以在这一边 四格四格 这个是A跟A' 但是你还是要给你的老师看到就是说 这一个perpendicular bisector是这样画的啦 所以你记得我们要找的时候90度的Central 是两配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然后接着我就拿 B跟B' B跟B'不可以B跟B'跟这个是一样 所以我只能拿D跟D跟D' So D跟D'的时候呢 我就开大一点 上面撇一撇 下面撇一撇 然后这边也是上面撇一撇 下面撇一撇 然后我们这两个跟它连接起来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Center的 我的Center是在-31 对 所以它是 Rotation 然后90度 然后 Anti Clockwise 然后 Central -31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找 旋转的Center OK 整个 Transformation里面呢 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就是这一边 就是说你要找出它的那个Center of location在哪里 然后Lotation的这个部分 Object找Image Object找Image 可能有一些老师他们教了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我都觉得很难 我都觉得很难 然后我觉得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你 言归插一下转圈 这样这个是最简单的 OK 然后 整个Transformation里面最难的是Lotation 然后 Lotation里面最难的部分呢 就是找它的Center of location OK 然后 来我们再找一题 那个 类似的 这种屏幕 所以刚刚的这一个呢 我是找它的那个Center of location 我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OK 我不是这样左边一撇右撇一撇 其实我们左边一撇右撇一撇的时候呢 上面一撇下面一撇 其实是整个大的 圆圈 交界的这两个点 交叉的地方 然后可是我们平时没有画出来 这样画出来它会比较乱 OK 可是它其实也是找得到的 OK 好 来我们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找这一个 这一题 这一题其实很简单 这一题它要的是找它的那个 什么 这一题我直接做吧 在这一边 它是 Anti-Clockwise location 90度 About Center 32 3 123 2是在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原型 对我这一边来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一个 斜 斜 这样 然后我在这一边它是这样 然后其实这一个呢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来的 给我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在这一边 然后这个应该是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的 这一个 其实是我把我的那个圆规插在Center 32 开到M 转一圈 连接过来 就M跟圆形 连接过来 这一边是180度 然后我这一边 一条垂直线 划过来垂直线 你拿尺 贴在它上面 然后那个 号码那边透明了 那条线重叠 它就是90度了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说 哪里一个是M 是Anti-Clockwise Anti-Clockwise 是逆时 逆时90度 所以逆时90度 对这个是答案是B 逆时90度 对它答案是B 逆时90度 好 来 接着 所以刚刚的这一题 这一题 这一题 可以明白 信航明白 剪头 不明白 摇头 我们怕你的头掉不掉 同学明白 这一题 同学 可以啊 OK 阿慧明白 阿慧 阿慧你的那个 camera后面是厕所 厕所门没有关 把门关 弟弟在上厕所 阿弟在上厕所 哈哈哈 为什么没有关门 我这边直播的 刚刚那个90度我不明白 90度 这一边呢 你的这一题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要做这种90度逆时的东西的时候呢 它已经告诉我 这个是我的原型了 三二是我的原型 Prover 三二是我的原型 这一边能够明白吗 Prover Prover 你开mic 一下 不然我很难跟你 确保你能够讲明 听明白的那一种 Clover Clover 开mic Clover 好 来 所以你懂 三二这个是他的原型这边 可以吗 Clover 可以 可以 好 接着在这边我的原规差在原型 然后我就调整他到M这边来 哎呦 调整他到M这边来 就是说我的原规已经是来到M这边了 然后我画一个圆圈 好我画了这个圆圈之后呢 呃其实我的圆圈画不准 我这个应该是在这一边 我的圆形 插在圆形 然后我来到这一边 然后呢在这一边 这个 好 我画一个圆圈 好我画了这个圆圈 这样Clover能够明白吗 到这边画一个圆圈 这边 可以 然后过后呢 我就拿我的M跟圆形连接起来 再延后来到这一边 所以我的这个M的百八度的影子 是来到后面这一边 这个可以吗 Clover 你的麦一直开着你不用管了 OK 然后我的这个尺呢 我就在那边透明的尺 我就移 移到这一边来的时候 你看他在这一边我这样移的时候呢 我移到让他跟 那个下面的那一条线 OK 让他这一条线跟下面那条线重叠 这样他这一边就是他垂直90度了 然后再跟他连接起来 这样 所以这一边到这一个为止能够明白吗 Clover 能够明白 然后所以这一边这个是90度 这一边是90度90度90度 所以他讲 Anticlockwise Anticlockwise是逆时 我的M逆时90度是来到这一边 所以他答案是B 可以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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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一边呢 他的这一个呢 他其实还有一种方法 就这样 他用来数格子的 你横一格两格三格 执一格 横一格执三格 他原本 横三执一变成横一执三 这是另一种方法 甚至有一个老师他教我的方法是这样 他讲画一个格子 这边这样画一个长方形 然后你的这个长方形呢 他要90度逆时嘛 所以你就在这边这样画一个长方形 这样90度逆时 这边 然后你这个原本是这边 这边是这一个 好 Crova你觉得 横变直直变横 言归插下去画圆圈 和画长方形 哪里一个方法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明白呢 画长方形 你觉得画长方形比较好懂啊 红圈呢 红圈你觉得画长方形和 横变直直变横和画圆圈 哪一个比较容易懂 你觉得 长方形 哈你也是觉得长方形啊 我我我没有教我学生长方形这个方法 因为觉得长方形这个方法 没有带出那个概念呢 信康啊信康你觉得哪一个方法 圆圈 长方形 你也是觉得长方形 哈没有人陪我吗 长方形不用用圆规 哦 给 这一个也是给 也是一个很好的原因 哎呀 严翰呢 严翰你觉得是长方形比较容易 还是 那个 圆规比较容易 长方形 好我接下来 圆规看不会乱呗 不会 我觉得不会 OK 好 就是 就是 原来 原来是这样的 好吧 算了啦 哎呀 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觉得原规的比较 比较好 人家那个读中的那个课本哦 他们是用原规的这个方法的 OK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我刚刚的这一些都是属于 那个 FORM 2 CHECK 5的东西 然后我的这一个 FORM 2 CHECK 5的这个东西呢 我其实呢 可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然后我的这个 这个我可以直接关掉 然后这个我也直接关掉 好 来我们直接看这个东西 就是COMBINE TRANSFORMATION AB是先做B再做A BA是先做A再做B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一题 看看我已经做的那个T 它要的是RT 所以它是90度 然后顺时90度 CENTER在B 好 所以我的A是在这一边嘛 好你们讲的啊 长方形啊 我就用长方形了啊 OK 好在这一边这个是我的长方形 然后我的这个长方形 它现在题目要的是什么东西 题目要的是 什么 90度 顺时 90度顺时啊 90度顺时我就直接这样 转下来 90度顺时 来到这一边 OK 所以它的这一个会变成它的A' 这一个会变成它的A' 然后你要更清楚的话你可以连接这一边 这一个连接过来这一边 真的长方形容易很多 不用用MQA 好吧我就继续用长方形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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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长方形比较容易哦 会吗 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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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变 会变 这样啊 哎呀 我看不懂长方形了啊 是不是 信康看不懂长方形了咯 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圆归 你在这一边 他 这个 你在这一边 我们要用圆归 所以你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还是要用圆归 哎呀 整个图形来到这一边 所以你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还是要用圆归 在这一边 OK 是 我这样容易被你们改变的话 那不就不是我的 我是这种东西 我们做人要有自己的信念的 转一圈 然后 这一个 就是90度 哎 怎样信康是不是这样 比较容易明白信康 对吗 有吗信康 太好 这样这个有比较容易明白啊 不要一直甩头啊 我跟你讲 我等下这个会录影 然后放上 那个YouTube的 到时全部人就可以看到你在那边甩头甩头甩头啊 啊 那你就红了 你变成甩头人 OK 好 没有他会被警察抓 因为他吃到点头丸 摇头丸 点头丸 不是摇头丸 是点头丸 所以我这一边呢 所以我这一边呢 我的A 通过 他的这一个 这个translation 变成我的A' 我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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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44 再通过Lotation 变成我的A' 我的A' 是3E 3E 这样 所以他的这个的答案是3E 这个答案是3E 然后Lotation 它直接R Square的话 其实是RR 就是90度 顺时 OK 90度顺时 90度顺时两次 原型在B 所以他要的是90度顺时两次 原型在B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的这一个 我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一来呢 哎呀 他一来呢 就是 在 B这边了 所以我在这一边 他就直接插在B 转去A 我还是觉得 圆轨的比较容易 像这一题这样 还要百八度 所以他要百八度的话呢 我就直接连接了 这一边这样 连接 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 你每一种方法都会容易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这样 这个 言归最棒 YES 言归Forever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一个呢 他就会变成这一边 他就会变成这一个 这个是我的A' 这个是我的A' OK 所以我的A'是哪里呢 我的A'是 5 6 然后我的A'呢 是 5 0 5 6跟5 0 好 来我们 看回刚刚的这一题 所以 你在这一边的时候 其实 百八度的话 其实很简单的 就直接这样连接过来 这样就是百八度的话 好吧 然后过后呢 你在这一边这样再连接上去 那这个就是 九十度吧 这样 然后其实你 你这一个你要画那个 长方形 他就不是正方 长方形了 这个是正方形了 正方形 正方形 他是正方形 OK 这个是这样 这边 好 这样 对了 OK 所以我的这个是我的A' 这个是我的A' 所以我的A通过Rotation 来到 这一个 5 6 再通过A Rotation 来到A' Double Prime 50 OK 这个是在 SPM Paper 2 4分的 屏幕 然后 我们再来看 多 2015的 这一个 他刚刚要的是 TR 先T I R 先T就是先Translation 再Location 它的Location是什么呢 90度 逆时 Center在O 90度 逆时 Center在O 90度逆时 Center在O 我懒动啊 我就偷懒啊 偷工减料啊 我用那个 什么 长方形的方法 90度逆时 在这一边 这一个 它变成这一边 然后它其实是在这一边 这一个 这一边来到这一边 过后这边来到这边 所以它是90度逆时 所以这个是我的QDouble Prime 然后它是 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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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这一个是 减六 这一边 这一边 能够明白吗 用那个 长方形的方法 大概能够明白 大概能够明白 红钱的红钱 长方形的方法 大概能够明白 也是大概能够明白 能够明白 大概能够明白 也是大概能够明白 罢了 可以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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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换另一个颜色给它 我用 好吧 我用紫色吧 就原本就紫色 你看 画了一个圆圈 然后它这一边 这样 90度 可以啊 像金康这样用圆圈有比较清楚吗 金康 还有 结果 什么 金康你现在什么 看全部都好像看不懂 哪里一点怪怪 这个是 OK 那一个 这一个是正常的 就好像那种什么 我们看那种 表术啊 还是原本什么都不会 学了它好像会 然后过后它又好像不会 然后它就忘记学了 忘记学了 忘记学了 忘记 然后越来越紧 那种 它学了 然后再忘记再学 再忘记再学 再忘记再学 哦 然后它就变成 啊 OK 什么 杰斯林 藏房型容易 因啊 你做错你就在那边哭了 你做错一次你就不要再用藏房型了 因为我原轨也一直错 你知道吗 是咩 那是 你的问题 不是原轨的 哈哈 哎呀 笑死我了 好 所以在这一边呢 这一个呢 OK 什么 我的年代的小说啊 你们现在的小说 跟我们的小说不一样了 OK 我的Q 去到我的Q' 首先通过Translation的时候 它这个是来到 226 再通过我的这个Location 来到Q' Double Prime 减6 然后下面的这一个是Tr Tr是先做R再做T 先做R再做T的话呢 就是说 你这一边你先Location 所以Location的话 它这个原本是在这一边这样 OK 然后 它就在这一边这样 它转 转Location 90度逆时 90度逆时它就来到这边了 这个 这个 所以它就变成这个 减30 所以我的Q 通过Location 去到我的Q' 减30 然后过后再经过Translation的时候 它的Translation是什么 它的Translation是向前走2向上走3 23 我造识刚才的 23 转到这一边 Q' Q' 然后这个是 E 3 这样 OK 好 所以这一边又拿到了4分 这样 然后 我们 再来 多看多一题2016的这一题 所以它这一边它是TT TT的讲了 Tr 就先做R先Vocation 90度逆时Center在O 在90度逆时Center在O的话呢 我用长方形的方法 好吧 长方形的方法 长方形的方法就插在这一边 来到这一边 这个是CenterO 然后我在这一边也是这样 90度逆时啊 90度逆时 这一边90度逆时来到这一边 OK OK 然后这一边的这一个 这样 还有这一个 这样 所以这个是我的A' 我A' 我A'就会变成35 OK 35 好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A' 去A'通过Location的时候 我有这一个 什么 减5 3 OK 减5 3 然后过后呢 我有 那个5 然后减3 然后过后呢 我还有一个 呃 5 3 然后还有一个 减5 然后 减3 这样四个点 好 我们有这四个点 它的Center of Location 是在00 OK 好 你看我的Center of Location 是在这边 00 当我的Center of Location 是在00的时候 它就很漂亮 它一定会是在那个号码 它就是那个 减5 3 减3 5 你看 53 减5 3 减5 减3 5 减3 beautiful 非常神奇 啊 怎样 Jasmin 有看到吗 给吗 这个方法 我觉得 还好 你还是喜欢言归 啊 不 老师 我不喜欢言归 然后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 我喜欢那个 藏房题 哦 你还是喜欢 藏房题 我假假讲 你喜欢言归 然后你还是要坚持 你喜欢藏房题 然后过后 它的T是2 24 向前走2 向上走4 所以在这一边 它就24哦 12 然后1234 这个是我的AW' 所以我这一边 KW' 看 然后这个是 59 59 3加2 5 5加49 59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很简单的 拿了 三题的 SPM Pastier的 那个 什么 它的那个 SPM Pastier的 那个 PART A 4分题 OK 它总共12分的 然后 我们 这个东西呢 呃 在我进入 它PART B之前呢 我要跟你们讲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 Enlargement 放大 OK 放大这个东西呢 Enlargement 在数学里面 Enlargement呢 没有 在英文里面 Enlargement是放大 然后在数学里面 Enlargement呢 它可以是放大 缩小 都叫做Enlargement 所以我 这一个东西 从ABC 变成这个 相同A 其中的 Bun 昏小的这个时 它这个是缩小 可是在英文里面 在数学里面 我也叫它Enlargement 不管放大缩小 我都叫它Enlargement 所以我的英文一直都不好 就是这样 因为缩小应该是 那个什么 Diminished OK Magnified Diminished OK 然后结果我是讲Enlargement 太难了 你看如果原本有345的话 我乘5 15 20 25 然后我345 我除2的话 1.5 2 2.5 然后在Enlargement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讲三个东西 OK 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讲的东西 就是说 当我要去解释一个Transformation的时候 OK 我要解释一个Transformation的时候 For Translation 我只要写Translation这个字眼 然后这个挂图 Reflection Reflection 引南一条线 Lotation Lotation呢 就是需要四个 Lotation 路数 顺时力时 Center在哪里 Enlargement的时候呢 它是放大 放大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要Enlargement这个字眼 它的Center在哪里 它的Skill Factor 它的Skill Factor呢 是它的 Image to Object Image to Object Image是20 Object是4 20除4 然后我拿到的是5 我也可以是25除5 我拿到是5 1.5除3 我也是拿到5 5除2.5 没有2.5除5 然后它是1分之1 1.5除3 1分之1 2除4 也是1分之1 这个是它的Skill Skill呢 是它变出来的Image to Object Skill是Image to Object 每一个东西 然后我要找它的Center of 那一个Enlargement的时候 我的A跟Aπ 连接起来 B跟Bπ 连接起来 然后像旁边的 这一个这样 我也是A跟Aπ 连接起来 B跟Bπ 连接起来 C跟Cπ 连接起来 那一个就是它的Center OK 好 这一个是Enlargement 来我们直接来看SPM 2014的这一个东西 OK 然后接着我再来看第五 还有第六的 这一个 这三个 好 来 首先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OK 好 它是这个要开着这样 好 首先我们来看这一题先 在这一边呢 它说 BQRS 是Image of ABCD Under Combined Transformation M 好 M的情况之下 来 我要问一下的 那个 Justin MM是先做 M还是先做M 先做后面的 M OK OK M的话 M 对啦 所以它其实是先做M 然后它叫你 Describe in full的 Transformation 所以我现在呢 它先来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M 然后再来M 然后我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原本的Object 这个是我的Image 这个是我的Image 的Image 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 来 Justin 你看Object Image的时候 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ABCD 变成那个Stuv的时候 它是通过 平移 反射 还是 旋转 Justin 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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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懂 这一条线 来 Yan Han Yan Han 你懂这一条线的Equation 这一条线是什么吗 呃 X等于 negative Y 错啦 Y 等于4 7 OK 这个是Y 这个是4 所以Y等于4 你看我用Desmos 这一边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如果我在这边 我放 这个Y等于4的 之后 它的确是 这一条线出来给我的 看到吗 OK 然后我有教我的学生 怎样去看呢 就是说 如果它是横线跟直线的时候呢 我们玩臭 就是这一边有X 这边有5 这边有Y X5 所以这条线是X等于5 OK 然后我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横线的话 这边有7 这边Y X X7 所以这个是Y等于7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这样 来 Yuanhan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Yuanhan 这样你懂X等于5Y等于7 OK Yuanhan 好 如果我这一边有一条线 它是3 9 OK 没有啦 3 3 4 就是说它向前走3 向上走4 X 5 Y 所以这个的Equation是什么 X等于3 Y等于4 X等于3 Y等于4 嗯 好 标准的错误答案 OK 因为它其实 它只是 经过这一条线办了吗 Y4 所以这条线是Y等于4 然后你的X等于3的话呢 是这条线来的 直线来的 我们没有直线 我们只有横线办了 我们只要写这个Y等于4就好了 我不用写这个X 我写那个Y等于4就好了 我不用写X等于3了 Y等于4的原因是因为 它在这一边它有0式 然后它有E4 然后它还有24 然后它在Y的部分 这个部分 就是说它的Y的这个部分 都是4 所以它这一条线是Y等于4 所以你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Y等于4 那我刚刚这一边 有这个点3都号4 那 这样 我需要写那个X等于3了 啊 原来 需要吗 啊 不需要对不对 啊 OK 你加那条线 题目都没有用那条线 你来可以自己加那条线 啊 所以你中陷阱了 OK 标准了 错误 我在这边心里想 你会不会中陷阱 你不会中陷阱 我要叫下一个人来中陷阱的那一种 结果你中了 哎呀 好 来 你不理解 可是你不用理解了 你看 这个是X 这个是5 X等于5就是这条线 Y7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不是老师我都应该讲什么 我是讲为什么要讲英文 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讲英文 谁讲 哦 人家 KL人 讲英文的吗 讲英文的吗 他们 他都我在那边聊天的时候 就会跟我讲话 然后在这边WhatsApp的时候 就一直是代名文哦 很减哦 他们 我对那边一直用华语来回答 嘿 我是 华人 其实是因为我的英文烂 好 来 所以这一个呢 他的N是什么 他的N是 那个 Refraction OK 然后 In the In the line In the line 那个Y等于4 Refraction In the line Y等于4 这个就是他的 那个 他的那个 Exponation 然后在我的M的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放大 在放大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就心里想啊 我的这个东西 是我原本的那个 Image 原本的Object 这个是我的Object 这个是我的Object OK 然后我家一打疫苗 所以人不舒服 这个是我的Object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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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马来文也很容易打 真的吗 然后 马来文比英文好吧 英文太难了 不行 懂啊 你的英文烂啊 老师你也是烂才好意思讲我 老师你也是烂才好意思讲我 我的英文比你好 哈哈哈哈 这个是Image 好 来 你看我这边有 123 4 5 6 7 8 然后我这个Object 123 4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 他这一个 就是说我的K 我的K 是Image 和Object Image 是8 Object 是4 他就是2 所以在这一边呢 他这一个 他叫做 什么 And Mushman 然后 Skill Factor 等于 2 Central OK Central TRE 在我们这边我们是用TRE 不是TRE Central S S的Colignate也写给他 但是 E都号 这样 OK 现在是Enarchment 然后你要写完整啦 WithSkill Factor 等于2 O号 Central At S 好 来 讲 Justin能够明白吗 刚刚的 这个M跟M的 那个讲解方式 有任何的问题吗 红圈能够明白吗 红圈能够明白吗 能够 能够啊 Skill明白吗 Skill 不明白 哪里不明白 太难了 我也不太难 有问我就觉得我不明白 什么 那个 太多东西突然一起塞进去 然后就 开始觉得不明白了 来 我问你啊 N这边从Object 变成Image Reflection in the Line Y的 你X这个能够明白吗 反射 反射 它卡 你卡的还是什么 卡 不明白 不明白 你想象一下它原本是这样的 我又画一个容易的形状是这样 它原本是这样的 OK 然后我的这个呢 我反射 就Location 反射 这样 它变成这个 所以我的这个ABD变成这个 它反射 以这条线反射 可以明白吗 明白 然后接着我再来放大 变成这个 这样 可以吗 所以它刚刚就是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图形 它原本这个ABCD OK 我刚刚突然想起 我可以直接让它反射 才变成了这一个 可以吗 明白吗 我再给它放大 就变成这个 啊 明白了吗 可以吗 OK 你的表情很逗 真的是 好 来 Jaslin刚刚这些都能够明白 Jaslin 可以 阿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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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阿卉 嗯 刚刚那题 不明白 来阿卉 你的声音开着 阿卉 阿卉 来 来 VU 是先做V 还是先做U 阿卉 先做U 对 先做后面的U 所以他现在要你Describe in full的时候 U跟V 你要先 Describe U 所以你在这边呢 他的这一个 他说 他是 FJPHG 是Image of 这一个 所以这个是他的 这个是他原本的Object 这个是Image 这个是Image 多意思 来 你觉得这个来这个的时候 他是做什么事情来 阿卉 他这一边来这一边 他做什么事情 懂吗 阿卉 会吗 方答 方答 我是讲这个ABCDE 来到这一个FN M LK 这个变这个 L变成D 然后M变成D N变成C M就变成C K就变成U 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在做什么 这个是在做反射 反射 反射 对 所以他是Reflection in the Y axis Reflection in the Y axis 它是在Y axis 它是在Y 轴那边反射 OK Reflection in the Y axis 我突然想起 那个看Video的人 看不到这一边的字 那边会有镜头的人 看不到 好 可以啊 明白 好 接着我从这个 变成这个 涂黑的 它是属于 什么 它是 你看刚刚 这个是属于反射 来到这一边 像我从这个 变成这个的时候 他做什么事情 来 阿卉 从这个变成这个的时候 它会变成 放大 对 对的 Cecelia thanks 是放大 可以吗 明白了吗 可以 所以我的这个 它的V是什么呢 然后 它的V呢 是 Enlargement 然后 它的那个 什么 Skill Factor 记得Skill Factor 这个字也一定要写完整 Skill Factor 等于 Skill Factor Skill Factor 等于 Central E-R-E TAC 的那个 是 E-E 可以吗 明白吗 可以吗 明白吗 可以 好 在这边的时候 我这个 我画过来一点 好 在这边的时候 放过来一点 不然等下 那些看video的人 看不到 OK 好 还是这样 哈 然后我的 Skill Factor 是3 怎样拿到的呢 你看啊 在这边 这个是我原本的 这个是我的object 作这个的image 或者是你看这一边 它这个是123 3格 123 3格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 这一边有 123 4 5 6 7 8 9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 image 是9 然后它的object 是3 所以它的Skill Factor呢 OK OK 在这一边 它是9跟3 所以它的那个Skill Factor呢 会是等于 9除以3 3 3 然后我要找它的那个Center of Enlistment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这一边 这样 你看这个连接起来 然后我的这个P跟M连接起来 我的H跟L 连接起来 我的K跟G 连接起来 其实我不用连接的 我直接这样 我就看到这个跟这个连接 是F 这个就是我的Center of Enlistment OK 然后就有学生 在direct message我 他问我 怎样describe translation describe translation很简单 你就这样 translation 挂胡 XY 就是这样而已 reflection reflection in the X axis in the Y axis in the哪里一条线 rotation 四样东西 rotation多少度 90百八 Clockwise Center在哪里 enlashment 三样东西 enlashment的话呢 我们需要三样东西 enlashment的话 enlashment skill factor多少 center在哪里 translation很简单的 通常description很少 叫你出translation OK 然后我们再看多一题 2016的这一题 2015的这一题的时候呢 他在这一边 他的这一个 这个变成这个 再变成放大 OK So 他在这一边 他说 他的题目是什么东西呢 他说 FDE 是Image of CAB ABC DF M 好 来 嗯 什么 ABC 然后我想讲的 就是说 在这一边呢 我这个已经是进入 FM5的那个 结合一起变的东西的 可是结合一起变的东西呢 它其实是在基础上讲解 我从刚才讲这 SPM的这一种题目的时候 我都没有离开 translation reflection notation 还有enlashment 这四样东西 我从头到尾都是在这四样东西 然后你在这一边呢 你这四样东西里面呢 像刚刚有学生在跟我讲 老师我不明白 不明白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的translation 应该没有问题 你的reflection 应该没有问题 你可能在你的notation的部分 你不明白 或者是你在enlashment的部分 你不明白 然后大多数的同学 enlashment他都没有问题 他比较有问题的是在notation的部分 所以当他的notation的部分 他不会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 起目就不会了 所以我们的东西 还是要基础那边 你的那个notation的那边 把自己的notation加好基础 然后我有 那个一个playlist 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边 你去我的那个mrlim ok mrlim的这一个youtubechannel里面 你找他的这个isometric transformation 的这个playlist里面 然后我就有notation了 reflection了 ok 这一刻其实我有录了好多 还有一些例点考题 然后 这样 还有这一些 blami的那个transformation 这些我都有讲到 好 在这一边呢 所以你的基础出现了问题 你来到这边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在这边我们的那个 呃 什么 呃 在一个 ok 就我今天录的这个影片 我会post去youtube 但是我在想我到底要放unlisted还是公开 公开的话 这样性康就会露脸了 ok 怎样性康 你这么不舒服 你是 太难了不舒服呢 还是打了真不舒服呢 还是打了真不舒服呢 太难了头痛了 太难了头痛了 来 在这一边 他说abc 是 配题 他说他的abc 是什么呢 他abc 是 complex 然后def 是他的image 所以他从这边变成这一边 ok 他从这一边变成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首先是反射 反射in the line def ok 所以他 开始 这边mm 来性康mm的话 是先做m 还是先做m 其实你要懂他先做哪一个很简单的 他题目那边都会先问m的 就是先做的那一个 ok 所以我的m 来 从abc 变成这个bcg 他是在做什么事情 性康 好吗 你从这个abc 变成这个bcg 他是在做什么变化 你懂吗 信航 就这个abc 这个abc 变成这个bcg 这个三角形 变成这个三角形 他是在平移 在旋转 还是他在反射 旋转 旋转 不是 他是在反射 他是以这一条线为反射轴 他在反射 他是以这一条线为反射轴 在反射 这样 ok 小哎 不是很大吗 好 所以他这一个呢 他是属于那个 呃 什么 reflection in the line f ok 你不用写y的 你什么的 你直接一条线 你看他这一边 他这个是有ef 那是ef 这条线为反射轴 你直接写reflection in the line ef 就拿满分了的 然后你的m的时候呢 他是属于enlashment 但是他的这个enlashment呢 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一个 比较纠结的地方了 就是说他的center of enlashment 在哪里 你看啊我在这边 我的e接去这一个b的时候 这一边这样连接 这样我知道我的center of enlashment 一定是在这一条 然后我的d跟g连接起来 在这一边 所以我的center of enlashment 是在这一边 这一个 这一个是我的center of enlashment 我的center of enlashment的情况之下 是在这一边 它是属于-42 -42 所以这一个呢 它是属于enlashment 然后 然后 skill enlashment with skill factor 乘于 这一边 两个 这一边 六个 六除以二 三 放大的三倍 central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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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enlashment 等下 等下 是属于enlashment 刚刚的那个enlashment 一个v的四分 然后 我还剩下 16分钟的时间 然后 我要讲enlashment 的最后一个东西 enlashment 的最后一个东西呢 就是你看啊 我的这一个三角形 原本的面积是 二分之一乘三乘四 我拿到的是六 然后 我这一个 三角形 它的那个 面积是二分之一乘15乘20 然后 我二分之一乘15乘20的话 它是150 所以我的这一个 六跟150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六跟150之间呢 它其实是五四块乘六 OK 五四块乘六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formula 在enlashment里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formula 那个formula是什么呢 那个formula是 AI等于k2乘以AO 就是area of image 等于k2乘以area of object 就是我变出来的 area 会是等于 我原本的area 再乘以它scale factor的square OK 好 好 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终于在这一刻有一点点要计算的东西了 好 在这一边我们可以 不用proof similarity的 因为我这一边 因为我这一边enlashment就是similar的 OK 好 来我们看这一题啊 在这一边它说 ABCD的area是30 ABCD是这一个 这个是object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一边我的area of object等于30 所以在这一边我知道 我的这一个area of object等于30 屏幕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它在这一边它要的是area of shared region 涂回的部分的面积 涂回的部分的面积呢 涂回的部分的面积呢 其实是我的area of image 我找出来了 我再减掉area of object 就是它涂回的部分的面积 然后它的scale factor我刚刚找到的是2 我的k等于2 OK k等于2 所以我的area of image 会是等于k2 乘以area of object 等于2 乘以30 120 所以它是120的时候 我的area of shared region 会是等于120 减30 然后它变成90cm2 它答案是cm2 它的unit是cm2 OK 90m2 好 这样 来 这样 游汉 游汉 能够明白吗 游汉 然后有人私底下问我 那个我的youtubechannel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要打广告了 你去找mrlim 然后mrlim unclelim 是平顶的 然后我是mrlim教数学的 OK enlashment没有在 中处的课程里面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 form2的学生 我enlashment 我就教他来的 这样你form2就学enlashment了 你去到form5的时候 你就轻松 这样啊 OK 来阿福阿福 阿福 刚刚的这一个能够明白吗 AI 这一个120-30的这一个 可以明白 今晚这样进了你 不会啊 你都没有讲话 来阿福那一个这个我之前有教过你们吗 没有 哈我没有教过你这个AI等你 Casper 10AO啊 好 我下个星期交 KBlim也可以找到我 KBlim是以前的 我的心里讲KBlim很难记 所以我就改困mrlim 然后physics有啦 然后我是随便录的那一种 OK 呃 不齐 physics比较不齐 OK 好 啊我激动啊 我以为我教过他们 原来我没有教过他们啊 OK 然后他说我的ABCDE的area是24 才高血压 软软讲话 ABCDE是我的object 所以我的area of object 会是等于24 在这一边 我的area of object 等于24 然后我的K是等于3 刚刚已经找到了的 OK 24m2 然后他要你找 图回的部分的面积 OK 这个是m2 所以我的AI等于K2 乘以AO 所以他会变成3 2乘以24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我有32乘以24 然后拿到的是216 216m2 所以我的area of shared region 图回的部分的面积 就是属于这一个 整个image的 减掉object的 就是这样而已啊 所以他这个呢 就会是等于216 减掉24 所以我在这一边 减24 然后拿到是192 所以他变成192m2 好 接着这一题 他说 三角形ABC的area 是15m2 还要找area of shared region 三角形ABC是15m2 三角形ABC是15m2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个我把它删掉 来给我自己一点点的位置 所以我的area of object 我在这一边 我的area of object 等于15m2 然后我的skill factor 我刚刚找到我的skill factor 是三倍 所以我看到 我的skill factor k等于3 然后他找图灰的部分的话呢 也是一样吧 我的AI等于k2 乘以aO 然后 这个 是 3 乘以15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3 乘以15 然后拿到的是135 所以我这个 我拿到的是135 135 然后我的那个area of shared region 就会是等于135 减15 等于120m2 ok 减15 120 好 来 我们剩下9分钟的时间 有任何人有任何的问题要问吗 来 有人有问题要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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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问了三次之后 没有人讲 有任何的问题要问的时候呢 我就在这一边等下 给我截屏一下 做一个纪念一下 什么 wow 今天 那个 出席的人 什么 就有 哪里一些 我等下要 要 我要做一下那个记录一下 然后我在这一边 我再来 接着 哎 哎 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 拉到第二面去吗 可以的耶 哇很神奇 然后我在这一边 他可以拉到这样长 然后我截屏啊 screen screen ok 然后 哇 截屏 screen screen 在这一边这样 然后我再来多一次 发生了什么事情哦 炸到炸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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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屏啊 算了 来 有任何人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吗 没有的情况之下呢 我用最后的十分钟来表演魔术 什么魔术呢 就是我在十分钟里面 嗯 做完 做完 一提 SPM的 partial ok 哇 够丑了 那个样子 来 周杰伦出来了 来到我太丑了 set as my plan 好 来 太难了 太丑了 ok 不要这么久 我穿我 好 来 现在你计时一下 看我用多久的时间来把这个SPM2019的这一集做完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计时啊 等一下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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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 开始做了 你在那边这样 ready go 然后这样我才开始计时 然后才开始做 等一下 那个很不习惯的那种 我 我开始好了 然后你讲什么 准备开始 这样我才开始 好 可以开始了 妈 你要开始计时了吗 ok 3 2 1 go 对啊 来 既然我现在要讲完整的一题的话呢 我还是完整的去把它录下来 然后我就可以专门 这一题 好 你关键声音 你关键声音 好 来 我们看这一题 这个是SPM2019 然后Combine第五课 Combine Transformation的题目 首先 他在这一边 他说P是reflection in the line Y等于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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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一条线 Y等于E Y等于E 是这一条线 OK 所以这一边是Y 这边是E 所以这一条线是Y等于E 所以这一条线是Y等于E 所以我们有这一边 这个是5 这个是X 这一条线就是X等于5 然后如果我在这一边 然后如果我在这一边 他有这一个 呃 什么 7 这个是Y 这个就是Y等于7 所以这一条是Y等于E 然后接着呢 他说R是 clockwise rotation 92 Center-0 所以他首先要P 所以P这个很简单啊 P的话它就是反射啊 直接 一二三 一二三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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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的K' 我的K'呢 就是 三四 向前走三 向上四 所以我这个答案是 三四 P R 事先做R 再做P 所以它是90度 Center-1 0 所以我的Center-1 0 90度 瞬时 Center-1 0 -1 0 是这一边 然后K'是在这一边 然后我用长方形的方法来做吧 它是属于90度 瞬时 90度 瞬时 所以我在这一边 90度瞬时的话 它是这样 90度瞬时的话呢 就是这个 变成这一边这样 来到这一个地方 所以我的这一个呢 是这一边 来到这一边 所以它这个是属于90度 瞬时 这样 所以这个会变成我的K' 所以我的K'去K' 通过它的那个Location 是去到这一个点 这个点是-3-4 然后过后呢 我再来reflection 这一边它Y等于E 它也是P 所以我这边 一二三四五五个 一二三四五五个 对这个会变成我k double prime ok 然后这个是 减三六 ok 好 减三六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 这一边呢他告诉我 Pentagon KQRST 是image of 这个EH GHJ under combined transformation VU VU是先做U先 我们知道 combined transformation的时候呢 我们是先做 后面的那个先 所以我现在先做U先 所以我的U是什么呢 我在这一边 我可以看 这个来这个的时候 到底是旋转呢 还是反射呢 我看他样子像是反射 ok 我看他样子像是反射 ok 好 怎样来看呢 就是说你看 我在这一边 斜一格 斜两格 斜三格 斜四格 所以他这边是斜四格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可以看 可以想象得出 他是这样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斜两格 斜两格 这个是我的H prime K是我的H prime 斜一格 斜两格 斜三格 这一边 斜一格 斜两格 斜三格 对啊 不是 他不是那个反射 我的这个 跟这个 他不能够mash 所以我的这个呢 他其实是属于 旋转 90度 这一边 90度 来到这一边 所以旋转 90度的时候呢 你要 describe那个U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 这样简单了 你要describe那个U的时候呢 你就要讲 他是旋转 ok 你的U呢 是 Lotation 然后90度 ok 然后过后呢 他这样 反过来这边 反过来这边 转过来这边的话呢 他是属于逆时 对吗 逆时 所以刚刚的是这一个 这一边 他转过来这一边的时候 他是逆时 对 ok Lotation 90度 逆时 逆时就是anti-clockwise anti 然后clockwise 逆时 然后 接着我们要找 他的center 他的center的时候呢 这边你就要知道 就是说 我的这一个 J 变成这一个 是我的J' H 变成这个 我的H' G 变成这个 我的G' 然后 我的下面这边 EF 这个是 E' F' 这样的东西 然后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E变成这一个 F变成这个 G变成这一个 好 我有这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要找他的那个 Center of Location 其实你在 那个XPM考试的时候 你找不到 Center of Location 你只写 Lotation 90度anti-clockwise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拿到 三分里面的两分 ok 如果他是三分的话 三分里面的两分 或者是 两分的话 你还可以拿到一分 所以你 这一个 还是要写下去 你不能够找到 Center of Location的时候 你还是要把它 写下去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我在这一边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要找这一个 Center of Location的时候呢 我是在这一边 这样 我插在 那个 K 也就是我的 E这一边 画一个圆圈 然后插在我的 E'这一边 我也画一个圆圈 然后我连接的 然后我连接的 这一个地方 然后过后呢 我再随便找多一个点 随便找多一个 那个点 我假设我拿 H吧 ok 我拿H 我拿H的情况之下 我这边画一个圆圈 然后在我的HashPine这一边 我也画一个圆圈 然后过后呢 我的这一个 就可以跟它们连接起来 这样 这一个跟这一个连接起来 所以我交界的地方 是在这一边 是 减三 三 减三三 来我们这一边 减三三 我看一下是不是减三三 减三 三是在这边 对啊 你看J跟J 看这一边 它的这一个 这一个跟这一个 它就真的是属于 那个 九十度 逆时 对啊 所以它的那个是减三三 然后这一边 你还要加多一句 就是CENTRAL F 85.3 刀号 3 OK 好 来 贴着 它的这个V呢 是放大 放大的话 它的那个圆形是在K 它放大两倍 OK 两格 一格变两格嘛 你看这边 一格变两格 所以我的这一个 我的V的话呢 非常简单 我的V呢 我就直接讲 那个V是什么 V V是 Enlargement 然后 Scale V 那一个 Scale Factor 等于2 Central at K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是在K OK Central at Central at K K是什么 K是简易 8 简易 8 OK 挂虎 简1 8 简易 8 这样 这样 啊 好 放在这边 这样 也看得到哦 好 来 最后 我们 再来看 它的 这个 说 kqrst kqrst 是288 kqrst 是288 288 是属于 它的area of image 288是area of image 它要找area of shared region 涂回的部分的area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懂是说它的这一个呃 等下我删掉一些地方 来我留一个位置 我的area of image 是288 ok 我的area of image 是288 kqrst嘛 kqrst是image来的嘛 288 然后它的那个area是288m2 ok 它现在题目要的是area of shared region 所以这个是288m2 我的k是2 scale factor刚刚在这边是2 我的k等于2比1 然后拿到是2嘛 这一边它的image 这边一格两格 两格除一格嘛 所以我的area of image 等于k2乘以area of object 288等于2乘以AO 所以我的AO等于288 除以那一个2square 所以我的288除以4 我直接在计算机那边 我按那个288除4 然后拿到的是72 等于是72m2 所以我的area of shared region 它是288-72 然后它变成216m2 ok 288-72 然后我拿到是216m2 然后我拿到的是216m2 然后我拿到的是216m2 这一个就是完整的一题的答案了 来 哇 差不多10分钟 逃出时间了 然后 但是 我这 什么东西啊 11分钟 47毫秒 几几分钟啊 11分钟啊 11分钟啊 刚刚的这一题我其实有做的嘛 11分钟 0秒47毫秒啊 216 18-32 18-18-32 1-32啊 老实要拍片 这个拍错 300-33啊 幸好是我已经做错 哎呀 吓死我 没有啦 三四减三六 三四减三六 我包刀未老的这种东西 OK好 来 谢谢 留到这一边的 各位同学 然后我们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然后在这一边 再见啦 拜拜 难得到这一边还有 八十多个人 OK 谢谢 喂喂 不用客气 拜拜 国外同学 最近 会反坐子 那图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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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